這次介紹一新的手機遊戲 暗黑黎明2 我的玩法類似就是過關式和副本組隊PVP 我的人物就是黑毛絲 開頭會有四個職業給你選擇 而你升級到差不多就可以轉職 一開始是劍閘軟身 去到25層可以轉魔法師 一開始人物是白色 很漂亮的 光明那邊 去到50層可以有分歧 左邊可以轉白魔道士 右邊會轉黑毛絲 通常玩這些遊戲我比較喜歡用黑毛絲 以前玩A.ON都是我用魔族 通常黑毛絲的攻擊力都會比較高 我自己選了黑毛絲 比較帥氣 女生可能喜歡用白魔道士 通常都喜歡這麼漂亮的樣子 而這個遊戲我選了黑毛絲 另外他有很多個陣型 你看到陣型技能 其實他有分兄弟會和騎士團 我就選了騎士 通常正路都會選兄弟會 相信大家 我想特殊一點 我也是喜歡騎士 那我就選了騎士 首先你看到有陣型技能 當你存了一些道具 這些冰晶石 和其他類型 就可以增強你不同的陣型技能 按照你不同的陣型等級 就可以提升你的陣型技能 從而增加你的人物屬性 那陣型怎樣升 通常大家知道 都是去PVP 去殺敵 還有 就可以做一個陣型任務 那你看到每個活動 其實因為我做完 你看到左邊那個活躍道 即是已經做完了 那其實今天我已經 很快地已經打完了 其實有些 因為時間未夠 有些活動是 例如 公主祈福每天有三次 他就不同的時間 你就可以去祈福 拿這個禮物 還有 解這個 每天任務 就有經驗值 那些拿 那陣型任務 也是一樣 我都是做了五個 做剩下一個 因為搖前樹 他要用鑽石比 所以我就沒有做 那陣型任務 做完之後 也會有大量經驗值 還有陣型點數 金錢等等 所以就 神祖已經做完了 給大家看 那陣型就是這樣升 另外 他就有這個 家族 即是有這個 其實家族領地 即是等於我們的 工會 即是 幫派 那樣 那這個就是我們自己的 陣型的 那個 據點 那每天都有這個 其實有些任務 家族答題 那我已經答完了 那每天可以答20次 就可以拿這個 強化道具 和這個經驗 所以都是必做的 那另外也有這個 家族戰 不過他就 晚上好像是 7點幾 8點才開始 那我就 因為現在這個時間 我就拍不到 那但是 都很大型的一個 就是團體戰役 就是 課城班人一起玩 那平常主線的話 主線和支線任務可以做 你可以看到左邊 那主線生死 就要去到60 level 但我現在就只有51 那我就要 因為正常任務 已經做完 也是那句 我已經去到51 個level 那就是這樣 那接著說一下 我的partner 那這個game很特別 他就可以選擇 不然你打主線的時候 你就可以帶三個同伴 英雄 那我自己的頭三個 就是這個 金色的生命天使 伊芙 那兩個紫色 那 伊芙 就是這個 保師 其實他是一個 能保能打 就是他第一個技能 就是 會生 土然 那 就加血 另外一個裁血 聖光 就是 主要是一個 範圍AOE的 光屬性攻擊 那這隻 是金色的 那其實不用 這隻是非常好 那我就跟大家說 其實我自己 課了少少少金 那他那個 手柱 就可以有 這個 金色伊芙 是0.99毫 即IOS 其實 是十幾元 那我就課了 因為 會令你輕鬆很多 如果你有那隻 那我這個 我都很喜歡 其實有些 手柱 就送的 那些 便宜的 1元 8.7元 港幣 那 就 當體驗一下 遊戲 其實以前 換回數 打拋 都差不多 當打拋機 其實都很划 就是 用少少錢去試試 遊戲好不好 先 OK 繼續投資 這樣形式會好 不用課了 都要幾十元 幾百元 這樣 那我就 一個 回血 一個 就是 這個 浴火領主 是一個 槍手 然後 這隻 都是黑魔法師 這隻狗 也是抽回來的 但 其實他都有很多活動 包括這些 卡片 那 你儲齊這些卡 就可以換一個大禮物 但是我 就 差這個禮 禮是要去打野外任務 即是PVP 才 有 野外BOSS 但是野外的話 就會有很多人 那 單卡 就可以換的 你看到我十張送 可以換這個狗 但是 按了已經換了 當你儲到差不多 狗的時候 你可以換 可以升 等級 那我平時 主線副本 我本來說做了 但是都可以很快速 試一場 給大家看 試一打 這個 場面 進入 家族場景 那我回到主城 他的家族場景 是不可以進入的 哇 已經進去了 對 那他有這個 自動戰鬥 其實自動戰鬥 好處我都不再重複了 主要是 他會幫你普攻 首先 不然你正常要按實 普攻 是很煩的 我覺得 我不是太喜歡 那他自動戰鬥 你可以當是 自動幫你普攻 你可以自己按技能 隨時 他隨時可以幫你取消 這個狀態 那現在我正在打 你看到 那黑毛斯的技能 主要都是範圍攻擊 還有 遠距離炸人 那這些 通常都是一個 輸出力非常高的 角色來的 那你留意這個遊戲 是沒有一個緊急回避的按鈕 那你看到 第三個技能 有個女巫坐著 一把野道那個 那其實主要是回避用的 就是這招 你一看著我的人 就是 瞬間向前 瞬間向你動 那個方向 這樣動 那這個是緊急回避用的 我自己覺得 對了 好 走 因為你始終作為一個 魔師 你是不可以硬碰硬 那樣 就是跟別人 就是跟別人 互片是不行的 你是通常躲在後面 這樣偷襲 放那個範圍 一個 呃 持續的那些攻擊 是不是叫DO 我已經 因為沒有玩這些 太久 我忘了怎麼叫 以前玩A.ON 配合魔導星 是可以著火 就是持續扣血 那你看到 那這隻魔手 是會有個範圍 這樣就持續會中毒的 他們 對了 蝙蝠 那麼 前方範圍的攻擊 那BOSS 我去BOSS 對了 雙雪矮人 那你看到 十幾寒血 好厲害啊 但是兩東西炸爆他 阻止兵須逃 走 應該失敗了 我不覺得有一個什麼兵須 我先走 走 對了 可以避開BOSS的技能 因為它有一個紅色範圍 讓你看到 喂 又來了 走 你看到我左邊的三寒血 就是我自己的 那些 英雄 那你見到金色的天使 特別厲害 因為它就 我的光線加了7 已經加到 對了 OK 搞定 其實都是差一顆星 我想弄一顆星 那又要再打 因為你一條三星才可以自動掃擋 OK 對了 大致上的主線就是這樣 黎明公主是一個類似 塔防的遊戲 你看到中間下面有公主 上面有寒血 然後這三條線都會有 那些怪入侵 那你就要擋住 對 擋住 所以這個其實你不早就沒什麼玩 因為你單憑你一個 你守不住 對 他三方這樣進攻 對 一開始他就有分幾公主正在被攻擊 那第一波不怕 第一波應該是沒問題的 那以我經驗 通常玩到第三、四波就死了 對,然後後面很難的 即是你人馬等級要高 這點什麼吃不到 其實我們五十多應該還未夠等級 暫時這一波都應該已經開始 不是太打得進 好了 搞定 那他也會有個BOSS 那你見到這個 即是每條路線都會有個BOSS 那你見到這個是大 類似 你見到寒血都知道是厲害的 好 第二波守住 那你守得越多BOSS 即是越多BOSS攻擊的時候 你最後得到的獎勵是會越高 那你見到我就是生命天使已經自然死了 那死了就要 要我 因為他是我那個 我NPC 所以是要我死了才會復活的 那如果死了就需要20秒的時間才能復活 或者你馬上用 死了 即是用20轉才可以復活 10秒復活 對 那我的partner還沒死 可以捱到 對 嘩 主攻已經被人打 好 暫時守到三波 好 其實我真的想看看有沒有人可以守得完 守到20分鐘 因為我相信後面那些應該越來越變態 那些怪 這些一波好像剩得OK的 動感光波 炸一下 炸一下 嘩 又被人攻擊 唉 整集 真可憐 其實公主也很硬 其實公主也很硬 也不太容易死 一開始來說 這怪後面就太厲害了 因為我都被人妙的情況 那公主也是 基本上都是 HIGH HIGH就死了 基本上 這一波也能守到 小心 主攻被人打 啊 好了 現在第五波了 其實我覺得多數都空多吉少了 對 都已經不太頂一順 嘩 有些劍在這裡 這麼恐怖 嘩 正在被攻擊 為什麼呢 剛剛開始了 小怪走得很快 嘩 被人毀了 噢 沒有了 神經病 賭水 這樣賭 收屁 主攻已死 也是 S 可以拿一些獎勵石 你看到 我來強化這個 技能用的 不 強化這個鑽石 那些 飾物 對 飾物用的 好了 這個七序副本 我叫 它就是一個 比較大型小小的 每天都要做的副本 它就會有分三個階段 就是要打三次戰鬥 對 三次戰鬥 那最好的建議組隊 因為真的 50級那個是挺難的 50級那個是 如果單打的話 我試過 那麼 最後的幾十秒才夠時間 那就不建議單打 對 因為單打只能帶到一隻NPC 就試過 那就不好 建議真的是組隊打 對 那就一起 一起 這樣打 打到 有三個副本 三隻不同的BOSS 這樣就會 對 如果你組隊打 就相對地會輕鬆 好多 對 那我這些 打小怪 就 我飛了去 那大家在BOSS那裡見 好了 看到第一隻王 那麼什麼巨魔 第一層那個王來說是不算難的 對 第一層都還好 第三層那個因為血就好多 對 那隻血很厚 他打人就不是很痛 其實 但問題是因為血厚的關係 他的計時 如果你輸出不夠很容易 炒 都會輸 對 對 這隻也很厚 你看到四個人圍爆 他都不是很快 基本上是四個五十級 我自己的戰力都不高 三十多 只有三萬多 對 但是 因為暫時我都不是一個重貨戰士 所以裝備就沒有那麼好 第一層爆 第二層的BOSS 師王 對 對 對 好 四個partner一起打就輕鬆很多 對 空子 由於我是一個黑巫師的關係 其實在後面 走 走 在後面狂R可以拍的 相對近戰就會輕鬆很多 但缺點就是 通常這些角色的防禦力都很低 一被人埋身就GG 但這隻BOSS是近身攻擊的 對我來說是沒有威脅的 OK 好 第二層搞定了 好 最後一層 哇 按摩女 這隻大蜘蛛 寒血其實很效的 你不要看現在好像很快 因為有四個人一起打才會這樣 如果你單打就PK 對 都是 不是扣得很快 其實 我的技能都用得很快 其實你 想輕鬆的話 就用黑巫師 或者用炮手 即是用遠距離攻擊 對 通常都沒有死 因為很多攻擊的和 通常都不會打那麼遠 我自己不太喜歡肉博 因為 我自己不太喜歡肉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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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搞定 我們每天的副本就過了 都有不錯的獎勵 最重要是有經驗 還有一些強化的素材道具 一定要用 好 其實這個遊戲 作為一個手機遊戲 首先它是非常方便 優點 因為它的任務 就會有導航 即你按下去 它會自動幫你找一個NPC 或者幫你走進任務的戰鬥 其實作為一個手機遊戲 導航 有這個導航 我覺得都很方便 還有它的打鬥 一開始 它的感覺 其實給我幾次 是這個Diablo 因為這個 例如這些 裝備 外形 還有打 畫面的顏色 其實我覺得都很像 令我想起Diablo 都很有親切感 所以其實這個遊戲 都OK 畫面不差 遊戲性 也有 互動性又強 每日任務又多 副本任務又多 你要做完都夠你玩 不用怕 可能上線沒有東西做 那 OK 如果大家喜歡這類型的遊戲 都不妨下載來試試 那 今次來到這裡 下次見 完